接下来这个话题你们要认真听 特别是那个Ivy跟小璐 包括多云林 你要特别注意 现在马上要讲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讲什么呢 我们讲如何帮客人从中国的出入境部门 把他自己那本护照领出来 要注意哈 目前我们中国的公民出去出入境部门 换取自己的中国护照是要有理由的 以前不需要 以前疫情之前 你随时走到出入境部门 把你的户口本身份证一交 说我要拿我的护照 我新的申请你本护照 或者已救换新 或者遗失补办 都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 我只要说我丢了 或者说我到期了 你看我要换新的 或者是说我从来没办过 我要办一本新的 他都不会问你任何问题 就会给你 那么现在的话 因为要响应国家 非必要不紧急不出国这一条政令 很多客人就要自己去换护照了 这个时候你要注意 我们要怎么帮这些人换 为什么刚好今天想到这个话 因为昨天小鹿不是帮我出那个 对吧 施总的那个 那个邀请函吗 注意啊 现在出去换东西 你光口述一个理由 让他相信你非必要不紧急 是不行的 你除了要给他一个理由之外 你还要相应的书面证据 所以一般来说的话呢 我们有几种情况 是可以帮客人换到的 就是说国家明令规定是可以的 比如说出国留学 那你只需要拿你的录取通知书 你的小费通知单 你的留学 如果有中介帮你办的话 你拿中介的这个 就服务协议 等等这样一些佐证 来佐证 我确实是要出国留学 这是OK的 第二呢 出国劳务 出国劳务 你要有自己公司的这个 业绩执照副本 自己公司的工作证明 劳务公司的这个业绩执照副本 劳务公司的合同 以及外事单位聘用你的一份offer 以及外事单位的当地的工商注册资料 如果他当地没有工商注册资料的话 他应该会有个政府登记册 要把那个东西拿过来 有这些东西能印证这件事情是真的 那么其他的一些种类的话呢 就非常特殊处理了 比如说我要去海外奔丧 比如说我要去海外继承某些人给我的遗产 比如说我在海外有一些过去的财产纠纷 现在要交割等等 还有参加一些国际大型的考试 需要我的护照去登记 还有海外就医等等 那么这些的话呢 就是特事特办了 它是没有一套政府给你的规定说 你要准备哪些文件的 你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说 哎我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需要准备什么文件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有哪几个东西可以准备给成年人的 第一国际考试 比如说我现在要考加拿大的CCGA CPA 然后CA Certified Content那些东西 对吧那都是国际型的大考 还有一些国际认证的CFA 比如说我报的是伦敦的 或者我报的是美国的 对吧我要拿那边的证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把你的这个注册信息 缴费证明给到它 你说你看最后他要我填我的这个证件了 那我没有这个证件 我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注册的 你可以给到它 第二的话呢 海外就医 海外就医的话呢 最近不大建议大家这么用了 刚刚开始那年就21年 20年那会儿是很简单的 只要给那边的这个就是医院的信息 跟那个信件就往来往来邮件就可以了 但是呢 因为用这个理由的最近比较多 所以呢 现在注册部门要求你有国内的体检证明 就是国内医院出具的 你患了某种疾病 你确实是这个病 所以你要去海外看 那这个东西其实最近就比较困难了 因为很多的这些个客人 如果在国内医院没关系的话 他是开不出来这样一些东西的 比如说以前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质子治疗 就是那个癌症的一个治疗方式 叫质子治疗 目前国内好像只有两台机子 是可以完成这个自治疗的 一个在上海好像 还有一个在北京还是在那 然后这玩意挺老贵的 一台机子就差不多上千万 然后治一次几十万 在国内挺老贵的 在美国跟日本的话会稍微便宜很多 所以有的时候 国内有些癌症病人 他会出去治这个东西 那么以前用这套理由都是可以的 包括美国那几个医院 全套信息我们都有 但后来的话就不能这么干了 对吧 因为这个东西会比较 怎么说 比较敏感 就是你不能做假的理由去政府那边 跟他说我要用这个出去 这个是非常敏感的 最近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么第三种的话就是海外展会 海外展会一般什么样的人可以用这个理由呢 就是一些大型的企业主 比如说我是一个中国医配行业的一个领导 或者是销售人员 那我现在的话呢 比如说我要参加土耳其的医配展 因为现在全球有好几个大的医配展 美国的土耳其的日本的 那很多时候呢中国的产展企业为了推销自己的商品 我必须去参加 因为我不可能说所有的这些东西我都不参展 我直接用网络销售 对吧 那阿里巴巴年代是可以的 那现在的话呢很多时候你要做做demo 你要你要把你的这个产品亮相出来 所以 所以 他们要参加展会的这些人 可以拿着对方的这个展会的邀请函 跟你自己的注册信息 跟你国内公司营业执照副本 以及你的工作函 去辟交给这个出入境部门 然后拿着这个签证去参加展会 但是这个东西要注意一点 就是这个东西每个地方要求的东西不一样 要求不一样 你比如说深圳要求就比较简单 深圳基本上只要 你把他的这个展会邀请函拿过来 他的地址电话有 他自己上网就可以核实 对吧 然后你自己公司的信息 你自己提供都是能提供出来的 但是你要去上海北京 可能有些时候他就不光要这些 他可能还会要 对方的这个企业名称 企业注册信息 当地的营业执照 可能会有些这样的要求 对吧 然后如果你在新疆内蒙西藏的话 那可能要的东西就更多 就更加敏感 有时候甚至不批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不一定OK 那么还有第四种的话 就是你有海外的物业要交接 比如说我三年前 四年前在美国加拿大买了楼花 现在要交房了 所以现在交房 我必须需要一个证件 把那个房子登记在我新的 有效的这个证件名下 过去的已经过期了 那个过期的是不能用的 所以经常就会有这样的一些理由会出现 这个我把它统一列为海外财产的登记吧 海外产业登记 还有一些呢 比如说我之前公司在加拿大有一个地块 现在我们公司搜索业务 加拿大那个地块不要了 把它卖出去 我是那边的执行董事 我要去那边把这个东西给处理掉 那海外处理物业拍卖啊 等等一些东西都是需要本人到场的 或者是你们公司的这个首席代表啊 首席授权人啊 去代表这个公司参加的 那么这些东西的话都会影响说 你需要用到一本海外护照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是要注意你的信件的往来 一般多数情况下可能是邮件 所以邮箱的这个截图对方是需要的 如果对方是邮寄的纸质信件 那你要注意保留他的DHL 或者是UPS或者是FedEx的那个袋子 否则的话他会觉得你这个东西是不是海外提过来的 是不是你自己手写的 对吧 都有这个疑问 如果对方发给你的是一个PDF 或者是Word文档的文件 那你要注意文件如果它是英文的 你不要让那边给你发一个中文的文档过来 他会不信的 因为你里面写中文 你的文件名是 里面写英文文件名是中文 那这个就显得很假 那有的时候提便是真的 因为海外也有华人嘛 有时候可能是华人在给你做交集 提便他给你做这个东西 你就尽量让他把全套东西给我做成英文 对吧 然后小路就是你昨天那个文档 有个Word文档 你下面里面明明是英文的 你下面写的是XX什么文件 英文版 就是你是用中文写的 那个东西在那个邮件里面 它会直接显示出来 你的这个文件的文件名是这个的 所以后来就就我又把那个文件名又改回英文 那么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注意的 好吧 那么今天先讲这么多